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永世与永世之间的对决 谁将力压群雄脱颖而出 谁将摘得桂冠成为终极英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谁是终极英雄 我是袁冰 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 看到我身后这组雕塑 下面刻着八个大字 铁穴雄狮 山地铁拳 上面部分是一个士兵 肩上扛着单兵防空导弹 我想您一定不难猜出 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的就是一只 拥有高技术武器装备的防空禁旅 是的 这就是陆军第77集团军 某防空旅 在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 野战防空作战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面对日益发展的各类空袭兵器 是他们为我军撑起了一个严密的防空保护伞 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本期中级英雄比拼的主赛场 也就是这支部队的野外训练场 要知道在一个高技术含量的部队 组织进行一场专业性极强的比武竞赛 自然少不了懂专业 懂装备 懂训练的评委来坐镇 为此我们这个旅还专门组织了一支高水平的评委团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旅参谋部副参谋长张建辉 张建辉 陆军第七十级集团军某防空旅副参谋长 入伍二十年 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 经历多个岗位磨砺 多次参加重大演训活动 具有多年带兵祖训经验 荣立三等功一次 高炮营营长彭峰 彭峰 陆军第七十级集团军某防空旅营长 他当连长期间所带连队连续四年 荣立集体二等功 连队党支部被中组部表彰为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当营长期间 所带的营被表彰为 基层建设先进营 战备训练先进单位 他个人2017年被集团军表彰为战备训练先进个人 荣立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一次 高炮营班长 关庆龙 关庆龙 陆军第七十级集团军某防空旅高炮营班长 入五十一年 在旅和集团军体能技能比武中夺得第一 十余次 先后被屡集团军评为优秀四会教练员六次 培养大批专业骨干和比武兼兵 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 优秀士官 荣立三等功一次 好的 观众朋友们 本期中级英雄的比拼设置了红蓝两个队 他们分别来自两个英雄的连队 红队来自猛虎一连 蓝队来自战功二连 他们现在是摩拳擦掌 积极备战 我相信他们一会在中级英雄的比拼当中 下定决心 一决高下 接下来就让我们认识一下散赛队员 我是红队一号 张虹桥 中市军行 我是红队二号 王考飞 下市军行 我是红队三号 风立川 下市军行 我是红队四号 于天 上等兵军行 我是红队五号 五载 上等兵军行 我是红队六号 胖艺 上等兵军行 我们是 蒙虎军行 我们的口号是 蒙党 蒙党 蒙虎军行 大家好 我是蓝队队长 我叫崔晓风 来自战宫二连 大家好 我叫新灵力 来自战宫二连 是抛一班战士 大家好 我是蓝队队员 我叫廖生 来自战宫二连 抛一班战士 大家好 我是蓝队四号 张文宝 来自战宫二连 抛一班战士 大家好 我是蓝队五号队员 来自战宫二连 抛一班战士 大家好 我是蓝队队员 刘潘 来自战宫二连 是抛一班副班长 我们的口号是 战五号队 团队员 逊队员 战宫一世 好 现在我们的参赛队员已经准备就绪了 他们一个个是信心满满 志在必得 我相信他们也会为我们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我们的评委也已经就座了 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 在比赛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张建辉评委 我们本期中级英雄都设置了哪些内容呢 请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中级英雄的比拼 主要分三大块进行对抗式的比赛 第一大块我们设置了 600米武装奔袭 和牵引横跃水中原木搬运 100米95式步枪对随机把进行射击 这个主要是考察我们队员的基础技能 第二大块我们设置了快速抢修和隐蔽伪装的科目 主要是考察我们队员的特殊技能 第三大块我们设置了快速进行战斗准备和通过模拟单坑路 这个是考察我们队员在实战条件下的综合技能 听完这个张建辉评委的介绍 我们了解到了本次的比赛是从基本技能到特殊技能 再到实战条件下的综合技能比拼 这应该说一个升级的 是一级比一级更高的一个升级比赛 我相信一定是看点多悬念更多了 好 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关的比赛规则 第一关 基础技能比拼 铜蓝两队全副武装 在平均40度的上坡路段 首先完成600米武装奔袭 中途分段完成重200公斤轮胎 和重20公斤弹药箱各50米的搬运 而后分别从横绳两侧展开牵引横跃 触碰中央红绳后 队员自行落水 全队接力到齐后 协力搬运原目至终点 最后进行自动步枪射击 每名队员10发子弹 分别射击80到100米距离内的40个气球 评委根据三个刻目的得分和用时 以举牌方式判定胜负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站在我旁边这位英俊帅气的小伙子 他叫唐成鹏 他是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这个可以说是具备很强的专业理论功底 又经过连队的历练之后 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连队带兵祖训的经验 所以说我们本期中级英雄生比拼 他就担任总教练员 好 那唐教官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那唐教官啊 你对红蓝两个队的队员应该说非常熟悉了 那在比赛开始之前能给我们预判一下 你觉得是红队获胜还是蓝队获胜呢 哎呀 杨老师你这可难道了 这个比赛不确定因素是很多的 这个只能说从平日里面两个队的训练状态 训练能力和整体实力来看 那是棋逢对手 蓝分伯仲 都很棒 对 但是我们训练比武场上 不仅是比作风 比士气 比战斗力 更要比我们的临场发挥 所以究竟谁会是中级英雄 谁会是好汉 我们练兵场上比比看 好 我们拭目一旦 好 接下来我们第一关的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首先进行的这个项目是 600米武装奔袭 你看现在我们所有的参赛队员 已经在起点做好准备了 对 那唐教官 这个还没有开赛之前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600米武装奔袭有什么特点 首先这个600米武装奔袭 我们没有选择在平地上面 选择在我们坡的一个陡坡上面 就像咱们身后这个陡坡一样是吗 对 这个坡它高 它陡 它也难 比起平地上面 这队员要付出更多 对我们队员的综合体能 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我们这个坡在坡的中间 还有个所有队员设置了 搬轮胎 还有扛弹药箱 两个科目 这更加增加了这个整个 比赛中间的挑战性 大概多少度 平均坡度大概得有40度左右 40度左右 对 那再让这样一个 这么陡的这么一个坡度上 再去完成任务 加像您说的加这么多的 轮胎 像搭药箱 增设了这些科目之后 我们的三台队员会表现如何呢 好 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 我们的队员们已经冲刺了开始 为什么他们一开始速度就很快 因为我们这个是600米武装奔袭 它要奔袭 对 全程就得用最快的速度 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到冲刺到我们终点 所以说我看他们一开始就开始冲刺了 不像有的是前面省省力 我到后面再冲刺 它不是这样的 对 我们队员是全副习惯 始终处于一个奔袭的状态 对 对 对 武装奔袭 我看他们也是全副武装 对 好 他们很快到达了 第一个设置的这个 第一个搬轮胎的科目 对 他们已经前面 大概充斥了有200米左右 我们这个地方是两个大的轮胎 他们队员搬运 距离大概有50米左右 我看这个轮胎很大 对 大概有多重 这个轮胎 这个轮胎有400多斤 400多斤 400多斤啊 对 对 对 平均一个队员搬的话 我觉得是6个队员 400多斤的话 等于一个队员要承重80斤的 这个力量 80斤左右 好 你看现在红队 第一个队员也冲上来了 对 那怎么 我看这红队怎么只有5个人 在抬轮胎啊 你发现没有 发现没有 红队出了那个卧底 他跑到蓝队里面去了 看见没有 跑到蓝队里面去了 现在发现了 红队在二号发现了 他现在又过来了 他跟各位是太投入了 太投入了 想着对 全真性地去充斥到这个终点 争锋夺秒啊 不能浪费时间 就是这个原因 对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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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 二 一 二 一 自己的回来 不要自己的 这样啊 一 那现在你看啊 应该说是红队当时 因为少一名队员 本身他们在称重 称重就比这个蓝队队员 称重的要多 可能速度就有些慢 红队现在 现在可能是刚开始啊 这个5个人 5个人协作的时候 少了一个人 我们这个发地的位置 团队协作的位置也不对 导致这个中途 可能有的队员 比较费力 比较费劲 现在对对对对 就等于现在是6名选手 就台这一个车胎的话 可能也现在赶不上蓝队了 对 现在红队停下来 停下来 调整一下 不要弯腰 不要弯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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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长现在正在组织指挥 重新配合 好 现在他们又起来了 很好 很好 快到终点了 加油 加油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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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顺利的把轮胎放下来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奔下一个目标了 就是台弹药箱了台 对 现在红队暂时落后 暂时落后 暂时落后的不多 我们后面还有比较像 看我们红队能不能扳回一局 扳回一局 好 给红队加加油这时候 好 但是我们班队的弹药箱有讲究的 我们不像扳石头一样 随便一扳 扳到位后随便往地上一扔 这里面是弹药 是石的 对 我们班的时候 轻拿轻放 对 轻拿轻放 对 你看我们有的队员 这个包着弹药箱还是很小心的 你看是是 我看他们每个人都是 对对对对 两个手稳稳地在台队往前冲击 对 但我觉得好像有点问题 别说了 這個藍隊的4號好像是出了點情況 對 我看他跑的姿勢有可能 對 你看他跑的姿勢 是不是好像我覺得有點問題 他是不是有 哪個腿好像是有什麼問題 左腿有可能左腿抽筋了 同隊最後一名隊員已經領先藍隊了 4號藍隊隊員已經在他強忍著這種 我估計可能有疼痛的狀態下 對 應該很難受 已經達到目標了 我們去問問他出現什麼狀況了好不好 走 怎麼了 出現了 出現了 來來來 謝謝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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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你 怎麼了4號 出現了 抓腕長 抓腕怎麼了哪 這個腿 對 不是你是剛才搬輪胎的時候 抽筋了還是怎麼了 戴上箱的時候抽筋了 戴上箱的時候抽筋了 快快快 看看有沒有 沒事 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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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一會兒 那個川藝衡院那個得下水啊 那我估計他一冷更得抽筋了 我覺得 你還能堅持嗎 沒事沒事沒事 沒有 沒有 放鬆放鬆放鬆 放鬆放鬆放鬆 放鬆放鬆 對 慢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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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著慢著不行 他現在這個腳還不敢落地 對對 持不上勁兒 慢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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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你就蹦著走要不 慢慢的 對你蹦著走 對 你蹦著走 班長你給點力 然後讓他蹦著走 因為他這個腳現在落不了地 走一走 那行吧 那你 那班長你扶著他到前面再活動活動 好 看看讓他趕快點恢復 因為我們進入下一個環節 還要比賽還高 難度還要更高更強的 加油 希望你能堅持 走走走走 放鬆 對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我們剛才這個環節是600米武裝奔襲 藍隊的4號隊員 因為腳突然抽筋 現在處於一種算是受傷的狀態 看看他一會兒活動活動 班長陪著他再做一些按摩 看看能不能堅持到下一個環節 因為下一個環節的比賽強度更大 不知道我們4號隊員還能不能堅持 還能不能夠參加比賽 我們跟著到下一個環節的場地 一起去看一看吧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隨著裁判的一聲令響 我們第一關基本技能比拼的 牽引喉躍和水中扛圓木這個項目 已經開始了 在這個前面這個項目 是600米全副武裝奔襲 奔襲這個科目當中 這個藍隊的4號隊員 由於在這個康倫開領環節 我們用力過猛 腿部抽筋了 抽筋以後呢 不知道現在調整得如何了 他能否順利地參加這個環節呢 你看這個水裡邊 我看這個剛才落水的 這個第一名隊員 就有點發抖 因為今天這個天氣你也看到 這兩天一直是霧蒙蒙的 對 溫度也不高 大概現在的溫度 估計可能也就有10度左右 對 那水中的溫度 估計連10度都到了 那肯定在10度以下 對水中的溫度 應該也就在5度到8度的左右 對差不多 水溫也就是很冷 也就我們3號隊員 現在已經渾身濕透地站在水中 這時候應該是 哆嗦不足為奇 對 特別的冷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等於 第一名先跳到水裡 反而他更冷 要等著最後一名 完成動作 他才能夠最後大家考慮 對 我們那個平時多流汗 戰時才能少流血 我們平時多挨動 戰時才能無懼言寒 才能風雨無阻 沒問題 對 戰時才能風雨無阻 這個4號隊員在裡面 他沒問題 他沒有在後面 應該沒問題 到底行不行呢 我們還要看他比賽狀況 那看來我們的4號隊員 叫趙峰堡 對 他還非常的堅強 正如他說的這個 我沒事 我能堅持 看來真是不負大家重托 對 然後那唐教官能給我們介紹一下 在這個環節 就是考察咱們的隊員 什麼樣的這個技能 這個主要是要考察我們隊員 第一個是腿壁協調能力 就是全身性的協調能力 然後呢 還要考驗大家的這個臂力 和腿部力量 還有核心力量 因為我們這個是牽引橫耳 它是筍子 不是直的 變兩個隊員 在同時出發的過程當中 可能這邊的隊員 在爬的過程當中 會引起筍子晃動 會影響另一邊的隊員 對 等於是 他們紅隊藍隊的隊員 同時開始 對 相互會有影響 對 其實這樣也是公平的 對 公平的 對 尼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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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放手 快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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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怎麼樣現在等於是D60的選手 同時開始 又展開了 對 藍隊加油 沒關係 這個圓墨大概有多少錢 圓墨大概有多少錢 圓墨大概 200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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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起碼有200斤以上 現在一會兒就看 大家都到水中以後 扛圓墨的這個時候 對 那是飛圓o 很多人 他們到最後兩塊大薪到市面 加油 加油 脫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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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e 对这个队形编排是经过考虑的 我们从高到矮的顺序排列下来 这个所有人肩上才能使上劲 如果是我们交替的一个高一个低 一个高一个低 那在中间的人他肩上就手上劲 他也只有用手用劲 那所以大部分的重量 就落在我们个高的人身上 那肯定就变慢了 队形编排还是有讲究的 他教官你看呀 等于现在红队蓝队马上就要到终点了 大家都已经把最后的一点力气使出来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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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你看 胡队已经伸手了 胡队伸手 帮助三国陈阳镜 蓝队的第二名突破了气球 蓝队第二名冲出来 把气球给抓爆了 那到底这一关谁获胜呢 我们由裁判来定夺吧 我们下面这个环节就是射击了 对 但是我现在有个担心啊 唐教官 刚才咱们的参赛队员 刚刚完成了牵引横跃和水中扛原木 他们的衣服已经都湿透了 而且今天天气温度又很低 对 那他们 我看你很多参赛队员手在抖 浑身都在抖 嘴也在抖 那这么一个抖的状态下 怎么去完成射击呢 他这个就必须用队员自身要克服这种困难 因为我们军人必须在全天候 全地域 全时空作战 这种情况下 在未来战场上是可能遇到的 所以说我们平时训练过程当中 就要模拟我们作战的那种状态 让平时都练得过硬 我们暂时都拿得出来 对 才能应对任何复杂条件下的这种环境 对 对 稍微料理 对 unity 尽力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第一关的比拼已经结束了 今天的天气可以说是雾蒙蒙的 气温也比较低 所以我们的参赛队员 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 能够顺利地完成比拼 我相信这时候应该给他们 竖一大不干 接下来我们首先还是要请 我们的评委 为我们的参赛队员做一下点评 好 有请张建辉评委 刚才我们看了红蓝双方 对基本技能的比拼 从600米武装奔袭来看 我们蓝队是一路领先 后面红队进行了反超 取得了胜利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红队团结协作非常好 蓝队输就输在 我们单个的战斗人员出现情况 导致了团队落后红队到达终点 那么这个就说明我们一句话叫 牵一发而动全局 战场上形势损息万变 只有我们平时练得过硬的军事本领 才能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好 谢谢张建辉评委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 彭营长 营长来给我们做一下点评 4号参赛队员虽然说拖了蓝队的后腿 但是是在腿抽筋的情况下 坚持完成了比赛 应该来说也值得提出表扬 那么在千蕴横跃和水中抗原部的这个环节当中 两个队表现都非常出色 每一名队员都拼尽了全力 尤其是我们男队的队长 崔晓峰 可以说是腰部有伤 是带伤完成了比赛 也发挥了很好的领头羊的作用 最后的实弹射击环节 红队发挥的更出色一点 尤其是红队这个1号 这个射击的目标比较多 所以最终啊 带领了红队在射击这个环节上 以超出8个目标的成绩 取得了胜利 好 谢谢 谢谢营长 那么有请班长关庆龙做一下点评 在刚才的比赛中 特别是第一关 基本技能的比拼中 我认为红队有这么几个优势 第一个 红队的优势在于团结协作的精神 那么蓝队输在哪呢 蓝队输在了体力分配上 当我们这个第一个扛轮胎的同志 到达我们的终点的时候 他的体力分配没有完全的运用好 冲得太快了 所以导致我们这个台弹药箱的时候 力竭的现象出现了 那么红队能够合理的分配体力 从而团队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好了 听完了三位评委的点评之后 我听到了一个意思 那就是同心协力才能共同完成好任务 也就是团结有力量 团结才出战斗力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红蓝两队的比赛成绩了 请三位评委请亮牌 到底是红队还是蓝队获胜的 哎呀 齐刷刷的 三个红色的排排 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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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在第一关的比拼当中 红队获胜 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第二关的比拼马上就要开始了 先看一下比赛规则 第二关 特殊技能比拼 班长带领全班完成双三五高炮的身管 扣机和炮栓的维修更换 完成后转入对火炮的隐蔽伪装 评委根据各科目的完成质量标准 和用时长短评定胜负 开始 开始作业 好 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 我们第二关的比拼已经开始了 那唐长官跟我们说说 首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装备叫 这个装备叫双三五高炮 双三五高炮 对 那这个是不是平时 他们训练就用这个炮 不 我们今天用的两枚火炮 是我们随机车要用的 我们没有平时用的炮 是因为我们是想增加 这个科目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为什么能增加随机性 和不确定性 因为它平时没有用这个炮 就像你平时在家里面开车一样 你开车了自己的 开习惯了自己的车 但是重新给你拿一辆车过来 你又可能有个适应的过程 这个我会有感受 对 开自己的车怎么都熟练 对对对 我而言你说你借别的车开一下子 你就这样也觉得不对 那也觉得不舒服 对 你可能坐着感觉不舒服 可能方向盘握着也不舒服 对对对 它就是这个炮 你在拆卸过程中 可能它自己训练的炮 在我们分解结合抠机的时候 可能它只要用70%的力 它就能拿卸住 而这它有可能 要用100%的力 但有可能还卸不下来 用两个人协助 因为我们每个火炮的部件 它在结合的时候 可能会有气味的差别 你看现在红队的速度 明显是比蓝队要快 蓝队有可能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原因 你看我们的一炮手 在摇炮过程当中 出现了卡顿 它有可能就是对我们这个炮 一炮手卡锁的地方 解锁的时候不熟悉 操作不熟练 没有它以前摇的那么顺畅 摇的不顺畅了 就会影响这个速度了 对 你看现在经过 它们的这个乘胜追击 现在明显蓝队已经超过红队了 他们已经把这个声管卸下来了 对 那我觉得这个声管 很细心成的没多沉吧 怎么有看四五个人去抬它呢 有那么沉吗 袁老师 这个声管也不可貌相 就看那个小小的声管 它重128公斤的胸型 128公斤 对128公斤 至少要三个站台 红队已经把声管也卸下来了 对 也是你看四个队员抬过去的 对 反来这个东西确实沉 对 确实沉 因为声管它在设计过程当中 对它的要求 性能和质量特别高 我们那个射速非常快 如果声音管质量不达标的话 我们这个在极限射速的时候 声管有可能打脸 或者是出现其他故障 所以说我们这个声管的工艺 是特别精细的 对 密度特别大 密度特别高 对 特别重 那也就说明这个声管 就是它在拆卸过程当中 这个操作起来 肯定也是非常细致 非常谨慎 对 还现在明显的 蓝队比红队快很多 是不是 对 你看 我们那个在装声管的时候 红队 我们这边现在也出现了问题 对 卡住了很久 现在就是声管整装装进 我看蓝队装的时候很顺利 这个蓝队 它是把平日 我们训练的整体实力 就正常地发挥了出来 我们这个声管看着蓝队 很轻松地把它装了进去 但其实装声管 它也是个穿针引线的活 细活 我们这个声管末端 有断割螺 就像突出的螺纹一样 我们这个装声管的 那个小洞里面 里面有凹槽 我们这个螺纹跟凹槽 要严格平正地对阵过后 我们声管才能卡进去 才能装进去 这个时候你如果没对阵 哪怕是两毫米 一毫米的误差 都能够导致 我们这个声管装不进去 现在蓝队盖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防护罩 防护罩 手我手我手 对防护罩 这个防护罩我开始折叠的 你看把这个蓝队队长的手夹住了 一直在喊 不会有什么事吧 不会不会 因为我们这个防护罩 它还是有一定的折叠的角度 你即使是我们手指塞了进去 它就到那个角度过后 它也放不过来 不可能造成骨折 但是有轻微的擦伤 也是有可能的 这种轻微的擦伤 在我们平时训练过程当中 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 你看很顺利 像您说的吧 这个防护罩 你看 这专业的术语 防护罩已经顺利地安好了 安装好了 我不得了 防护罩 防护罩 别 所以 ín 下 Corpor כ 现在已经到了开始伪装的时候了 搭这个伪装网 如果说是外人看来的话 可能就是感觉就是 觉得很简单 你要把它开始盖上 对 由于物院盖上去就行了 但是你看我们队员 我们队员把四个脚拉斩 下面还打了地钉 把先把固定起来 而后用撑杆把它撑得起来 那为什么要用撑杆撑起来呢 撑杆撑起来主要目的是变形伪装 变形 我们就如果是直接把伪装网盖上去 它有可能从天上人家侦查卫星 或者是高昏侦查机一看 你还是可以看出炮的形状 但是我们把它伪装起来过后 就是结合周围的地雾地貌 看我们这边是丘陵地带 我们把它把周围撑起来 搞得像个蒙古包也好 或者是像一棵树也好 反正就在天空上面 如果是人家来侦查 看不出来这是个什么东西 能够达到隐蔽自身的目的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明白了 你看我们的蓝队已经完成任务了 对 对 队长已经报告了 蓝队表现很不错 但是你看有名队员 还回去又去撑那个撑杆 对 他觉得好像不完美是吗 对 我们训练过程当中 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 我们做事要善事善终 刚开始表现得很好 对后还是把结尾收好 把句话画好 好的 完成任务了 现在看红队了 红队得加油了 再不加油的话 真的落后为蓝队太长时间了 红队也在乘胜追击 乘胜追击 对 真是为他们捏把汗 对 我们看一下裁判最后的成绩 好 经过了紧张激烈的比拼之后 我们第二关可以说是圆满结束了 怎么样观众朋友们看得过瘾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由专业的评委做点评了 好 首先有请张浅辉评委 刚才我们蓝队特别是班长崔晓峰同志在组织协同领导上组织得非常好 我们崔晓峰同志是我女表现各个方面技能都是非常突出的尖兵 在各种比武和竞赛上都多次拿多的名次 是我们这个专业业务人手 今天我们比拼的这两个科目 它的核心检验的是我们两个班组的协同能力 因为我们这个高炮它还有一个别名叫同心炮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这一个任务完成好 把这一个火炮操作好 要求班组的所有成员必须要兴往一块想 进往一处使 所以说这个班长的班组上的这个组织指挥就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呢 蓝队就是在大家的这种六个人变成了一个人 那这一关呢 无论是在这个表现上还是在用时上 蓝队肯定是这个首当其冲 这一关是必胜者 那这一关呢我们就不用举牌了 请裁判长宣读比赛结果 下面我宣布快速抢修和隐蔽伪装 这一关的比拼 蓝队获胜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第二关的比拼已经圆满结束了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实战环节了 也就是实战条件下的综合技能比拼 我们的战友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比赛规则 第三关实战技能比拼 参赛战炮般登车挂炮 完成五公里越野机动 应急处置途中道路损毁情况 以人工推炮完成行军状态到射击状态的转换 手动放列 规正水平 装定禁射区域 完成射击准备 最后根据指令实施火炮抗击 准备 开始 进入实战技能比拼 红队首先上场 面对场上比分打成平局 每名队员可是憋足了劲 准备打赢这个决胜局 挂炮 登车 开始向预定发射阵地开进 靠山蜿蜒的道路 红队的前引车 拖拽着火炮快速前进 转过一个山口 就发现前方的道路上 弥漫起阵阵浓烟 表明此处路段刚刚遭受损毁 出现七八个弹坑 班长张红桥当即立断 立刻指挥全班下车 头戴防毒面具进行抢修处置 四号武展在前面持枪警戒 四名队员则就地展开 灰桥 班石填平弹坑 牵引车紧随着填坑进度 填平一处就跃进一段 看起来红队的这种同步作业 逐段推进的方法很有效 张红桥指挥车辆 越过最后一个弹坑 随着他右手一挥 全班越上了牵引车 仅仅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红队就克服了损毁路段 继续前进 伴随着阵阵的爆炸声 红队驶入了发射阵地 作为与地空袭兵器面对面 拼此刀的小口径防空炮兵 占领阵地往往是在遭受敌火威胁的条件下进行 炮手们一起发力 把重达七吨的火炮 推到预定位置 立刻转入 放列用炮 炮手们按照分工 各司起植 脱炮衣 放炮架 落下支撑千斤顶 现在到了火炮放列最关键的时刻 落下三个支撑千斤顶 使炮车轮胎脱离地面 整个炮盘下降到规定的距地高度 按照通俗的说法 就是让火炮稳稳当当地在地上坐石 坐柱 坐牢靠 打出炮弹才能又快又准 炮轮刚刚翻好 张宏乔立刻发出旧炮口令 瞄准手 装弹手 各就各位 由于今天采用的是人工操炮方式 原本负责链接火炮控制系统的两名炮手 转而担任阵地警戒 好 首轮弹机全部覆盖目标航路 红队的优异表现 无疑给即将出战的蓝队很大的压力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他们是如何闯过这一关的吧 行驶在这条骑驱弯道上 蓝队的炮车保持着平稳的速度 向预定目的地开进 很快接近了损毁路段 从蓝队的处置动作上看 无论是班长崔晓峰的指挥 还有全班其他队员的行动 都没有出现失误 然而他们的工作方式 与刚才的红队相比 却略显不足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急于求成 还是想先把道路上的弹坑全部填好 再一股作气冲过去 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班石填坑上 牵引车却没有同步跟进 等到损毁路段处置完毕 班长崔晓峰才挥手示意 让牵引车开过来 就这样一个与红队不一样的做法 让蓝队在这个路段比红队大约慢了20秒 在这种强强对决的比拼中 能不能抢回这20秒 就要看接下来的放烈用炮了 好 好 现在蓝队的炮车已经抵达了 全班下车摘炮 班长崔晓峰抬起牵引杆 指挥其他五名炮手分别位于火炮四周 用力将炮推向预定阵地 曾经荣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的崔晓峰 曾经在西部战区陆军教练员比武中 取得优异成绩 是唯一的一名士兵优秀四回教练员 今天指挥战炮班进行火炮放列 更是显得得心应手 挫折欲如 全班竟然有序协调一致 炮口制推器好像卸不下来了 这会不会对更换出速测定装置造成影响呢 好在崔晓峰经验丰富 在他的亲自操作下 这个小麻烦并没有迟至全班的操作进度 看来在这个比评环节上 想回时间还是很有希望的 炮口高高扬起 阵地上不时响起崔晓峰的口令 炮床下落 炮手就位 火炮快速摇向预定的射向 班长崔晓峰站到了炮后的指挥位置 射击准备 一切就绪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经过紧张激烈精彩的比评之后 本期中级英雄终于产生了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陆军第77集团军 某防空旅政委许家业来宣读获胜队及获胜队员的名单 掌声有请 我宣布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请出本期的中级英雄上场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请出本期的中级英雄上场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请出本期的中级英雄上场 好 有请中级英雄的旗帜入场 好 请我们的获胜队员在这面旗帜上 献上你们光荣的名字 然后准 开始 好 接下来让我们也有请陆军第77集团军 某防空旅政委许家业 为获胜队颁发奖杯 有请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中级英雄的这面旗帜上又增添了六名战友的名字 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防空旅官兵 勇敢忠诚 勇猛顽强 勇担重任 勇当先锋的四勇精神 我们的栏目组也将继续走进全军部队 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勇敢忠诚